所以我們鎖上去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堅持在來 它就不會夾死 所以我們設計是這樣設計的 但是你這樣會不好做 為什麼我們要蓋這個板子 這板子先蓋上去 啊是不是有四顆 後面鎖很容易啊 前面鎖過去會覺得 會看起來太多 但是不會 老師我給你一個技巧 把它稍微擺著 這有四個環都是4.5的 這次設計 這次我就不用去管它後部了 所以我不用去做旁邊側板 都不用我把它撐起來就好 然後這個蓋上去 沒有準沒關係 我說沒有準沒關係 先大概蓋一下 然後這一塊板子是遮醜用的 遮在上面 要把整身 然後這個要塞下去 好塞不準啊 因為底下那個不準 也要切兩桶都沒有 你把它是喇喇的最好啊 牙籤把它塞下去 你剛剛位置差不多了嘛 那你牙籤撥一下 你用牙籤把它搓一搓 它就很開心了 再搖兩下 這最快的方法 然後 你看喔 掉一個好 等一下 再抽個示範 好 再一次喔 搖一搖之後把這個塞下去 那我設計的時候 我都偷偷這樣設計 底下那個孔切2.5 那切完是2.7嘛 這螺子鏡是M3 所以你手上去就剛好 我就不用螺帽了 就直接把手在一起 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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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顆 好 第二顆就這樣 那這邊比較薄 所以我有附兩顆螺帽給你們 你可以不用啦 你要用一個後面鎖螺帽 為什麼 因為它有個電圈嘛 長度不一樣啊 多了一個鋪板的後度3mm嘛 我把它剝好之後 好 這一個下去 啊 一樣要鎖嘛對不對 我講完再走喔 等一下等一下 這簡單的工廠就是會到齁 這鎖下去了齁 大概兩顆 以此列推 這一個齒輪為什麼要設計這樣 這個是4mm 這個是4mm 倒過來放上去而已 那這樣它討論就 金額開了齁 然後拿一顆 這顆齒輪是當 對不對 這顆 螺帝是當那個心左右門 所以鎖的時候千萬不要鎖到底 鎖鬆鬆的就好 那你看多少 你可以自己調 好 就這樣 那這一顆呢 你看喔 它真的傳動是什麼 是裡面那顆傳動 黃色對黃色傳動 外面這一顆是帶我們紙卡外面的紙卡 裡面那個是帶裡面的紙卡 OK 老師先坐到這裡 老師